今集就來到Monzo 香港的教學吧 跟我之前介紹的TransferRise 有點不一樣的 Monzo是比較日常的貿易 而TransferRise 比較合國際匯款 在Monzo 裡面 你用剩下的錢 它會幫你放一些優惠優點 是會自己把一些利息出來的 而且在Monzo 裡面有 15000磅的存款是由 Financial Services Compensation Scheme FSCS去保障 而相比之下 TransferRise 的錢 就沒有這個保障 身處在香港 而又想開一個Monzo account 就需要英國VPN DNO 英國電話號碼 以及一定有一個英國地址 如果不知道怎樣做 可以查看我之前的影片 下載了App之後 就填好姓名、年齡、出生、年、月、日 然後來到Passport在哪裡的時候 其實雖然它有一個香港的選項 但因為我們是BNO的關係 其實應該選擇United Kingdom 英國 然後你就需要打開你的Passport 由上一頁 將它的上下兩板都拍給Monzo 完成之後 Monzo需要你自己拍一條Selfie的影片 給它們 你去做一個身份交代 在這裏 你確保房間有足夠的光線 鏡頭對準自己的大頭 然後清晰地說回 它螢幕上指示你所說的說話 在這裏 它叫我說的是 I am 誰 and I want a Monzo account 那就可以傳給它 在交代了二十幾三十秒之後 Monzo就最後問一問我 是否其他國家的Tax resident 那這裏 其實我覺得 告訴它 我是香港的Tax resident 也是OK的 它會要你進入香港的身份證號碼 不過就不需要再拍香港身份證 然後最後選擇你喜歡有什麼名字 然後在卡上 它就要你給一個地址去寄一張實體卡 這裏就是我為何說 一定要有一個英國地址的原因 好了 交齊了要交的資料之後 就等Monzo去確認所有東西 它開好了一個帳號碼 就會通知你了 最後它打了一個通知 說我的認證已經完成了 接著就邀請我加一張卡 進去我電話的Apple Pay裡面 在這裏 它卡住了在燈的頁面 不過我沒有什麼大問題 其實我選擇了App 再進入Wallet App 這張卡就已經完成了 總括來說 Monzo是利息不多 不過想一些錢 安全放在英國 它就是一個好選擇了 下集教大家怎樣入錢下去 拜拜 拜拜